我們來看一下課本的110頁 111 我們這一章呢在講 成績式的反脆弱 就是害死我的死別人更強大 相對於淵池的反脆弱 淵池的反脆弱就是 這個 你把它看著一個個體 一個個體是反脆弱 所以他受到一些傷害的時候 反而會讓它更成長 不過這種反脆弱是很弱的 那比較強的反脆弱 是屬於成績式的反脆弱 就是這個反脆弱的個體 它其實不是一個個體 不是一個有機體 它其實是一個系統 是一個深奧的系統 所以它是由許多的 次個體所組成的 就好像大自然 是有非常多的物種所組成的 每個物種是有非常多的個體所組成的 每個個體是有非常多的細胞組成的 每個細胞 都是有非常多的蛋白質的東西所組成的 一樣 它是有那種成績式的觀念 那每個比較上層的成績 反脆弱性 都是因為比較刺激的那些 成績的脆弱性所造成的 所以我們這個經濟社會 為什麼具有反脆弱性呢 因為有很多的企業 有很多的創業者 他們個別都是非常脆弱的 他們的創業也好 他們經營的公司 他們製造的產品服務 都是很容易倒閉 虧錢的 所以他們是很脆弱的 但是因為他們個別都很脆弱 然後經營不散就會倒閉 倒閉之後就會有新的人在爬起來 經過這樣子自然的篩選 就好像演化一樣 演化的天責一樣 留下來的就會是比較強的 所以看起來 好像這整個整體不斷在進步一樣 感覺好像是反脆弱 這個叫成績式的反脆弱 那我們來看一下111頁的最後一段 為何整體會討厭個體呢 我們談過 由於分層 生物的反脆弱性才能夠運作 次有機體之間的敵對關係 對進化做出貢獻 我們身體中的細胞互相競爭 細胞之內 蛋白質互相競爭 如此一路向上或向下 我們也可以將這一點 運用到人的努力上面 譬如說經濟也有類似的成績 有個人、勞工、小公司 公司裡面的部門 其他這個產業、經濟區域等等的 最後最上層的 是一個整體經濟 然後我們可以用這種分層的來源 來看待很多東西 那你就會發現 它那個成績式的反脆弱的存在 譬如說一間公司 為什麼會反脆弱 因為它底下的 這些員工 他們是脆弱的 有些人做得很好 就往上升 能力好就留下來 有些做得不好 就被翻掉 就離開這公司了 然後又有新的人進來 這樣子不斷的篩選 不斷的篩選之後 總是會把比較不好的篩選 比較好的留下來 所以呢 對於這整間公司來講 它是反脆弱的 可是對於一個 來這間公司工作的人來講 它就是很脆弱的 它只要這個績效不好 它只要這個 這個人員不好 或是做了錯誤的角色 它可能就失去這個工作 它其實是很脆弱的 112頁的第二段 的第二行 進化需要有機體 再被其他有機體取代 死亡 如此才能取得改善 或者在它們不像其他有機體 那麼適應使避免反脆 這就是演化的機制嘛 對不對 有很多的 一個物種裡面有非常多的 個體 那這些個體呢 它們都有不同的 有一些些微不同的地方 可能是突變而來的 可能是它們的基因 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 那當遇到環境的改變的時候 有某些人比較容易適應 它就磨下來了 那某些人不容易適應 它就死掉了 死掉就不能把它的基因傳下來 那經過這個機制 長期而言 流傳下來的基因 都是比較能夠適應這個環境的 那這就是演化啊 所以當不論的環境 怎麼樣轉變的時候 誒這個物種不能夠適應 我們就覺得說 哇這個物種好像很厲害 好像很反脆弱 它好像不會受到 受到這些傷害 環境的改變的傷害 繼續看 因此啊 較高層的反脆弱性 可能是需要較低層級 展現脆弱性 並且有所犧牲 每一次你用咖啡機 煮早上的cappuccino 你是從製造咖啡機失敗的創業家 呈現你的脆弱性 那裡得到利益 它的失敗啊 才能使優異的商品 放上你家廚房的流理台 這個就說 在從科技創新的這個領域來看 你在享用一台手機的時候 你要知道 在這一台手機 被創造出來成功的 智慧型手機 背後可能有成千上萬個 類似的產品 很多人想要發明一個創新的手機 可是都失敗了 可能有一千一萬個產品都失敗了 然後只有一個產品成功 那叫做我們現在看到的智慧型手機 所以 你要使用到這樣子的科技 就必須要有一個 這樣子科技創新的市場 然後可能裡面很多人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可以 成為下一個賈博師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可以 成為下一個戶口公司 每個人都成為自己是下一個Facebook 然後就是這樣子一直創業 一直創業 然後大部分的人都失敗了 然後少部分的人成功了 所以我們的科技就不斷的進步 然後所以就不斷的這些 英雄士的爭先人物 然後是公司出現 然後最後他們產出來的產品 我覺得算是太棒太厲害了 那你看到他的時候 可能會產生幾個問題 就你可能會誤以為 創業家是這個散脆弱的 因為他們這個越挫越勇 你只會看到譬如說 這個愛迪生的故事 愛迪生假設他發明這個電燈泡 然後嘗試這個巫師 他嘗試過失敗過999次 都找不出了那個真正他有用的材料 然後最後一次那麼成功了 努力不懈 不斷的嘗試堅持到最後一定會成功 所以這個愛迪生他可能就是一個 反脆弱的象徵嘛 他失敗的越多數 他越堅強對不對 越挫越有 我們就會覺得說 嗯好 所以我只要很努力 很認真的嘗試 我可能就會成為像愛迪生那麽一大目的 可是你不知道 有一千一萬個 跟愛迪生一樣努力的人 甚至比愛迪生更努力的人 他們都沒成功 全部都失敗了 就愛迪生成功了 所以在這個整個創業市場 科技創新的市場 其實大部分的人是失敗的 每一個個體都是脆弱的 所以如果你要想要去成為那個創業家 你一定是失敗的機率大於成功的機率 而且你一失敗有可能就一絕不振 再也跑不起來 沒辦法東山再起 你看到的那些越挫越勇 然後東山再起 然後那個褲子很漂亮的 那些都是經過天折的篩選之後 剩下來的那個物種 它是能夠適應環境的 可是那些不適應的全部都被淘汰掉 那是你看不到的 好 所以你每看到一個成功的產品 背後你就要想到 它背後是有一座山那麼高的 你看到這一支手機 你要看到有一座山那麼高的 手機的廢墟在那裡 你看到一個很厲害的這個 譬如說你看到一個王建民 或是某某的厲害的 林書豪這個選手之名的運動選手 你就要看到背後有怎麼樣 無數的墳墓 墓場 那些裡面都是注的非常多 非常努力 甚至也很有天分的運動員 哪一輩子默默無聞 你要看到這件事情 那你看到林志玲 這些電影明星明模的時候 你就成功的時候 你就要看到 他背後也有成千上萬個 很努力的很有天分 長得很漂亮的明模 都沒有 很多的小模 都沒有成為明模的一點 那你看到周杰倫 蔡依林這些明星 這麼有名的厲害 你也要看到背後有成千上萬人 也是一樣 跟他們一樣有才華 一樣會唱 一樣會跳 一樣努力的 也都沒有成功 當你看到這個江蕙 這麼的辛苦 從小時候 我小就要出來唱歌賺錢 你就知道背後 成千上萬的人 那個年代 更多人比他更小 三四歲就出來唱歌 唱了一輩子 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 有沒有這種人 有啊 太多人 你知道嗎 所以 你看到的那個人 他背後都有非常多的歷史 那些都是很脆弱的個體 所以 這個世界如果再重來一次 一萬個 小時候家庭平常都出來唱歌的人 再一次出來唱 然後 江蕙也再一次加入 這一次會出頭的 到底是誰不知道 不一定是江蕙 可能是另外一個人 也好 他沒聽摸的名字 所以這個 時空重新再來一次 歷史再走一遍的時候 誰會成功 誰會失敗 你不知道 但是如果走一萬次 將會可能有九天 九百九十九次都是失敗的 只有一次成功 那這一次就是我們看到的這一次 在平行的時空當中 他可能是失敗的成分 成分居多 所以說 創業家 明星 運動明星 這些 這種 賺成功 然後賺量多錢的 這些產業的人 他們其實都是很脆弱的 所以如果你想說 哇 這些人賺好多錢 好有名 還有成就 所以我以後 你的枝壓發展 就想說 那我就選這個部分去走 那你就錯估了這件事情 你以為他們是反脆弱 其實他們是很脆弱的 但這整個生態 是很反脆弱的 在娛樂圈裡面 不斷的都會有巨星的出現 周杰倫結束之後 還會有 比他更有名的 很符合當代的需求的人出現 你這樣相信 對不對 一定會有嘛 對不對 小舞隊 哇 當時是年輕人最喜歡的偶像 可是他終究會被淘汰 對不對 五月天 哇 那也是年輕人最喜歡的 可能他終究也會被淘汰 周杰倫這些都不見 對不對 到時候 你再過個幾年 你只要有一陣子 沒有接觸娛樂圈 他再過個幾年 打開電視 你會說是什麼東西 這我們也能出現 這是現代的巨星 就跟我們爸爸媽媽在看周杰倫的 感覺是一樣 不是 你到底在唱什麼東西啊 這哪叫巨星 我們那時候那個才叫巨星 對不對 他就講那個什麼 不是 那個什麼名字 這個費翔 然後那個誰 費玉京那個 不是那個叫什麼 很年輕就隱退的那個 劉文正 對不對 講那些 他說你們這個根本就 完全不是 然後你再過去Youtube看一下 劉文正 就說這很好笑 這到底是在幹嘛 所以 環境會改變 對不對 就是群眾的口外會改變 然後科技會改變 有網路的出現 有電影的出現 然後電視的拍法也跟以前不一樣 等等的 環境不斷在改變 可是娛樂圈總是有辦法 產出新的明星來符合群眾的需求 跟符合當時的娛樂的環境 譬如說以前要賣唱片 現在唱片大家都不買了 都上網聽了 但是還是可以想到方法身處 所以娛樂圈本身是反脆弱的 但是你要當一個明星 你就是脆弱的 你一不小心就被淘汰了 所以娛樂圈是反脆弱的 從那個角度來看 你就知道這個層級的關係是如何 好 再來看112頁的第四段 雖然乙群中的犧牲相當明顯 我卻相當肯定 個別商業人士顯然不是 那麼願意為了整體經濟 更大的利益而切負自殺 他們關心的必然是 為自己尋找反脆弱性 或者制造某個層級的強固性 好 這邊來講什麼呢 我們剛剛講說這個群體的反脆弱性 是因為個體的脆弱性才造成的 所以個體跟群體之間其實是有一些利益衝擊的 如果我這個娛樂圈我想要非常的反脆弱 隨著時代的往前進 我都能夠組合這個市場的需求 那我必定要讓我的這個娛樂圈裡面的個體是很脆弱的 怎麼樣叫很脆弱 就是他們隨時有可能被淘汰 然後新的人有可能會把舊的人幹掉 你想想看喔 如果裡面的個體是很反脆弱的 就是說有一個明星 他是永遠都說要大家歡迎的 那這個娛樂圈會變成怎麼樣 變成就是我們現在還在聽劉文正的歌就是這樣 因為他不會擋嘛 他不會被淘汰嘛 然後這種形態不會被淘汰 所以永遠都是這個人這樣子 那當娛樂圈裡面的整不會太舊換新 永遠都是這些人的時候 那只要環境一聚變 這些人沒有辦法適應這個環境 那整個娛樂產業可能就不見了 娛樂產業為了要活下去 他一定要吸增他的個體 某些人稍微沒辦法滿足市場需求 就把他淘汰掉 稍微沒辦法滿足就把他淘汰掉 然後有新的人就上來了 新的人就上來了 這樣子不斷的改變不斷的改變 導致整個娛樂圈市本反脆弱 那犧牲的就是那些人啊 對不對 那些這個爆紅的 一吸爆紅的出一張唱片的 那種爆紅的非常好的 可是呢 在裡面出第二張這種 在一個二圈裡面非常多啊 就是因為這些人來來去去 才造成他的反脆弱性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看成 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群體要犧牲個體 才能獲得群體的好處 但是個體不一定會為了群體而犧牲啊 我幹嘛為了你而犧牲 對不對 我不想被淘汰啊 我只想追求我自己的反脆弱性 那從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看出 一整個跟社會性的動物很不一樣的地方 例如說螞蟻或者是蜜蜂 這些社會性很強的昆蟲 他們為了群體的好處 他們是願意犧牲自我的 因為有他們的犧牲才導致群體的好處 但是在人類這個社會裡面 顯然不是這樣子的 你就問哪一個人說 你會不會願意為了這個整體的利益 然後呢你就犧牲了這樣子 沒有人願意啊 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 所以在人類這個社會裡面 群體跟個體的衝突啊 又更明顯 這一段的倒數第二行下面 所以每個部分的特質 和他們加起來的整體特質啊不同 便會帶來問題哦 事實上整體希望的部分受到傷害 那如果說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群體 你希望你自己是反脆弱的 你就必須要讓你底下的這些個體 互相殘殺或互相競爭 然後互相淘汰 你才能夠存活下來 因為他們不斷的競爭 不斷的淘汰 他們就會不斷太久還清 就好像你必須讓你的身體裡面的細胞 不斷的太久還清一樣 對不對 然後你的身體才會越來越健康 如果你的細胞一直都不太久還清 舊的細胞都一直在 你就會越來越老 越來越虛弱啊 所以一定要不斷的太久還清的哦 但是你太久還清 就等於是叫某些舊的細胞去死的一次 所以這是這樣殘忍的事情啊 那所以一個成功的群體 他如果可以把這件事情 處理得相當好 他就能夠非常反脆 如果什麼叫處理得相當好的 他能夠讓他底下的這些個體 自願為他犧牲 或者是呢 這個自願呢 這個互相競爭互相淘汰 然後呢 哦 那某些人就這樣子被淘汰 要導致你自己 這個整個群體很健康 如果你自己能夠做得很好 那你這個群體就比較有永續經歷 哦 那我們說這個東西啊 叫做要解決卡柔者的問題 我們這樣子來假想一下 假設有一個組織一個社群或一個團體 哦 為了這個團體好呢 每個一段時間就要叫某些人去死 或者是為了這個團體好 他要叫某些人去當兵去戰爭 那樣子 或者是等等的哦 某些某過一段時間 就要叫某些人去送死 然後才能讓這個社群去抹下 那如果你是這個社群裡面的人 哦 你會怎麼做 你要盡量逃避這些事情哦 對不對 譬如說大家要去當兵的時候 你就這個 找些理由要去當兵 或者是譬如說去挑一些這個 那個比較後方的工作啊 或是前線的工作啊 等等的 你就找這些東西 然後呢 讓自己也能夠存抹下來 那別人去送死 別人送死之後呢 這個整個國家 整個社會就 活起來了 那你又可以享受這個國家 提供給你的保護跟好處 然後你自己又不用經歷這個壞處 這樣是對你自己個人最有利的 因為如果大家都 都不會整體犧牲 那國家就死掉了嘛 國家滅亡之後 個人也沒辦法存活嘛 所以不可能所有的人都 都不犧牲 但是也不可能是我犧牲啊 因為我犧牲我就死掉了啊 我死掉了就讓國家存活了 那我有什麼用沒有用啊 所以對我而言最好的方法就是 讓別人去送死 導致國家存活 那國家存活之後 我就可以住在國家裡面 享受國家的好處 可是我自己又沒有去送死 所以我活起來 那我就是一個卡油者 就是呢 我要享受群體的好處 可是我又不會群體去犧牲 這叫做卡油者 那每個物種 如果你要成為很強大的 超級社群的這種生物的物種 然後比較反脆弱 比較強的這種群體 你一定要解決這個卡油者的問題 因為如果裡面的人 都是這一種想考慮 好吃懶做 然後想要這個 這個享受群體的好處 可是又不付出不犧牲這些人 那你們這個社會 就沒辦法進步嘛 譬如說 社會福利國家 就要解決這種問題嘛 當你國家集中很好的福利的時候 就會有人想說 那我就不要工作啦 不要努力啦 為什麼 因為反正我不工作不努力 我也能夠拿到好處嘛 可是這些福利國家的福利 要怎麼樣才能夠來 要當他底下的人民 很認真工作的時候 然後繳著稅金 才能夠讓這個國家 繼續屬活下去嘛 所以他是要有一些人 來犧牲奉獻 那你這些人很認真工作的 你開公司啦 你去創業啦 你就會變成一個脆弱的個體嘛 因為公司可能經理失敗 可能就勞力破產嘛 對不對 所以你到底要不要做這件事情的人 那就是一個選擇 可是群體要解決這件事情 卡流者的問題 那以動物來講 蜜蜂、螞蟻來講 他們其實怎麼解決這卡流者的問題 他們用生殖的系統來解決這個問題嘛 只有我女王蜂以後有生殖的能力 你們其他人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反影後代 把你們基因存下去 就是保護我讓我活下去 所以敵人來了你們去打戰 沒有失誤了你們去找失誤 我生了很多小孩你們來照顧 房子破掉你們去蓋房子 都是你們來做 我剛好不得生小孩這樣子 我也是蠻辛苦的 可是呢 藉由把這個生殖權 全部集中在 某些少數的個體上面 其他人都沒有生殖權利 他們就沒有理由當卡流者 因為生物的目的也是為了把自己基因傳下去 反影下去嘛 所以當你沒有生殖能力的時候 你就會為了這個群體而犧牲 因為女王蜂還是最重要的 女王蜂能夠生小孩 他活下來就等於是我活下來 我死掉沒關係 只要他活下來就好了 所以他就解決了這個卡流的問題 那我們人類社會也要解決這個問題啊 可是我們顯然不是在生殖系統這邊 來解決這個問題的 我們是在另外一個方法來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之前講到的那本書裡面講到 就是說神聖性 當我們賦予一個東西神聖性的時候 這是一種很特別的 這個情感層面的感覺 我們常常在人類社會裡面 我們常常會把某些東西賦予神聖性 譬如說宗教裡面 一定都會有一個神 那是很明顯的東西 而即使不是宗教也會有些東西 是具有神聖性的 一個東西一旦成為神聖性的 那他就是神聖不可侵犯 然後每個人都會無條件的去 為他而犧牲 然後呢只要遇到 只要某個東西神聖化 然後你進到那個神聖化的 的那個情境底下的時候 你瞬間就會失去思考能力 你不會再想說 我來這個想用大家的犧牲得到的好處 然後我自己不要犧牲 你不會再想這些事情 你整個腦袋突然 被切換到一種神聖的模式 你會為了這個見神聖的事情而犧牲 譬如說什麼 譬如說 像我一般人一樣去用這種思考 就說 我開玩笑 我去當炸單客 我炸了我就死掉 我就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怎麼樣 他不去想這種東西了 因為那個東西已經被神聖化了 神聖化我們就不會思考 然後呢 完全為了那個東西而服 就好像那些蠻隱蜜蜂 遇到敵人的時候衝鋒殺敵一樣 對不對 有些那個蜜蜂啊 他那個風箏一插下去 攻擊別人 然後打出來的時候 他那個針是會留在敵人的身體裡面的 然後那個針是連到他體戀的內戰 所以他插下去拔出來 他整個人入破長流啊 那自己也犧牲了 他為了攻擊敵人 他裡面犧牲自己的生命 是不是這樣子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的身風特攻隊 對方太強了打不過怎麼辦 直接用撞人 一台飛機換你一招 航空母艦太划算了 就用這樣撞 他有沒有想說 我這跟腳裝飛來飛去飛來飛去 他到時候就回去啊 他別人撞也打了嘛 他不操我這一輛嘛 他不操我這一輛嘛 我回來我又當英雄 對不對 我是這個二戰的英雄 那不是多好啊 他會不會想這件事情 不會 他已經神聖化了 當一個人神聖化的時候 他就為了願意為了群體而犧牲 那宗教也是一樣啊 當你信仰的非常虔誠 你把你信的那個對象神聖化的時候 你就會無條件的 接納那些東西到為他犧牲 然後這樣做什麼事情你就願意做 然後儀式也是一樣啊 當這些儀式被神聖化的時候 其實這個儀式可能會讓你受傷 或者是需要你捐大法的金錢 你會看過那新宗教很虔誠的 哇那錢這樣子 一直捐一直捐 然後弄著紙棉花 他幾十亂幾百萬 他都怎樣 眼睛都不眨一下 因為那東西已經被神聖化了 神聖化你就不會去考量這些理性的思考 所以人類是用什麼辦法來解決 看來有什麼問題 叫做神聖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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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